1860年的时候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 直接将乌苏里江以东的 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都给割走了 可恨的是 他们将吉林省所有的沿海地区 全都纳入了自己的统辖范围 这么一来 吉林省只剩下了浑春地区 是有机会出海的 因为这里有一条图门江 图门江原本是中国的内核 后来半岛那边在明朝的时候插了一脚 这就成了中国和半岛之间的结合了 到了1860年时 沙俄一直把地盘延伸到了图门江北岸 这么一来 这条江就成了三国的结合 1860年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 双方规定了彼此的国境线 而且还在边境上树立了戒碑 不过说实话 那时候的蜻蜓不知道在忙什么 做事非常粗糙 国境线上树立了戒碑 他们用的材料居然是木头 好家伙 简直在侮辱俄国人的智商有没有 这些木头不仅很容易被拔除 而且就算不被拔掉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腐烂变质 直到无法辨认 原本清朝那帮大佬们 还没发现这件事 后来寻边的士兵发现 这些木头开始腐烂 而且有挪动位置的迹象 因此立马报告了上去 这事开始引起了蜻蜓高层的重视 很明显 俄国人利用这个机会钻了空子 不断蚕食我们的国土 这能忍吗 还真能忍 这事一拖就拖了二十多年 直到1885年 清廷才正式派人来处理这件事 所以说 期间被俄国人蚕食了多少土地 这就不得而知了 至少其中 浑春黑顶子地区的数百平方公里土地 是被他们非法占了 而且图门江口最重要的戒备 也没设立 导致我们的渔民无法从这里出海 从地图上来看 浑春这边被挖掉的这块地盘显得非常不自然 挖进中国方向一大块 大概率就是这个时候被沙俄偷走的 不得不说 清廷处理问题的效率低下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1885年 左副都御使吴大成 开始处理浑春这档子事情 吴大成长期负责边境业务 一直在东北地区活动 所以对划分中俄东部边境的事情非常熟悉 他到现场一眼就看出了俄国人的卑劣行径 为此 吴大成和宁古塔 浑春等当地几个官员一起 开始根据当年签订的条约地图 重新一点点勘察边境线 俄国人得知以后 自然不答应 认为双方边境应该按照戒杯来确定 目前戒杯在哪 就是哪 吴大成呵呵一笑 拿出了当时的地图 同时指出了现在戒杯的位置 两者一做对比 俄国人的老脸顿时就红了 咦 这戒杯咋还能自己移动位置了呢 莫非是成精了 除此以外 吴大成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其实早在1881年 就已经在训练吉林边防官兵 手里拥有了一只九千人左右 战斗力强悍的劲率 这是当地俄国人不得不重视的事情 不管俄国人如何狡辩 吴大成始终距离力争 最终迫使俄国人妥协 在1886年与之签订了 浑春东戒约 以及中俄查看两国交界道路纪 首先 部分戒杯位置 恢复到地图上的原来位置 其次 将木制戒杯 更换成石制戒杯 再者 距离比较远的戒杯之间 新增一部分戒杯 一共树立了36块石杯 此外 中国船只有自由通航 图门将出海的权利 这件事非常重要 这么一搞 吴大成等人居然为中国收回了327平方公里的领土 真的是功德无量了 这事的关键点 其实还是图门将出海口的问题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来看 中国的土字杯再往出海口方向 还有一个乌字杯 如果这块杯树立起来 那么 中国就能拥有至少三公里长的日本海海岸线 而且 浑春到出海口之间 这15公里的汉齐海岸 也都能纳入中国版图 如果真的能这么搞的话 那中国在浑春地区 可就真的拥有了出海口 奈何 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乌字杯 当年是由俄国人代立的 而到了1885年双方谈判的时候 这块乌字杯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你上哪儿说理去 这事儿不仅导致我们失去了汉齐海岸 而且还一度失去了通航图门将出海的权利 吴大成等人谈判的极限 是恢复了中国人自由出入图门将出海的权利 但是树立乌字杯的事情 沙俄一直坚决反对 没错 直接公开不认账 眼看着就要撕破脸皮了 这个时候 蜻蜓为了缓和气氛 索性把吴大成给调走了 也算是给北方大哥一个面子 这事儿也就这么这了 从1886年开始 清朝的渔船就能够自由出入图门将 进入日本海打鱼了 这对当地人来说 无疑是一件大喜事 以前加利世代都是打鱼的 结果俄国人一来 直接断了人家的生路 让人家跑去耕地 你说这合适吗 到了1907年 浑春开布以后 这里居然成了吉林商贸运输中心之一 大有繁荣发展的可能 1930年前后 出入图门江的商船络绎不绝 为当地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期 即便是二战以后 这里依旧拥有出海权 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 正是我们在半岛出生入死的时候 苏联以运送物资方便为由 在图门江口修建了一座铁路桥 从此断了我们出入图门江的念想 为啥呢 你修桥就修桥吧 好歹也修高一点 大一点 让底下的船好通过吧 人家偏偏把这座桥修得非常矮 距离江面只有7米 且通航孔只有三个 除了小渔船以外 像样点的商船根本过不去 此外 图门江口河道淤积 俄国人从来不想办法清理 也绝对不可能让我们去帮着清理 所以时间一长 这里的出海口基本就荒废了 1991年老大哥下岗了 俄国建立以后依旧没有改变这一状态 而且还特地强调 除了普通渔船季节性捕捞以外 不允许中国的任何商船出入图门江出海口 从中俄北京条约和浑春东界约中 我们就能看得出俄国人的目的 漫长的吉林海岸线 他们居然一寸都没有留给我们 这就太恶心了 搁走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让出一丢丢出海口 给我们建个港口 怎么了 难道对你们有很大影响吗 你别说 还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沙俄占了远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后 其实根本没本事开发 他们只知道疯狂占地 却不知道该怎么发展这些地方 如果我们的吉林省拥有出海口的话 对沙俄远东地区的发展 又是致命一期有没有 这里只能允许他们有港口城市 其他国家绝对不能有 海参崴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 成为了沙俄在远东的第一大城市 其实就是沾了这方面的光 如果让吉林拥有港口城市 比如将最有可能成为港口城市的浑春 设立为国际港的话 你再看看海参崴 还能有啥竞争力 沙俄远东那点人口 怎么跟大东北相比 是时候找这位北方的邻居 谈一谈浑春出海口的问题了 这里给出几个方案仅供参考 第一 把铁路桥拆了 费用损失我们来出 恢复中国商船正常通航的权利 第二 书通河道将旱旗海岸还给我们 哪怕是租借给我们99年也行 第三 在这里建立中俄朝三国自贸港 铁路桥还是得拆了 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国际港 主权归我们所有 俄朝有部分使用权 好邻居吗 现在你们又有困难 不帮又不好 但是帮了 你们总得付出点实际行动吧 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这没什么毛病吧